郭彩杰看画复习爱之旅 少女心舍不得嫁 三 二 一 请节目 郭彩杰今受邀观赏法国画家 玛丽罗兰山的画展 其实这个源头应该要讲到去年的时候 我刚好人在巴黎放假 呵呵 早知道啦 就是去年三月和男友杨又宁 童游花度的爱之旅嘛 间接认了吼 是说最近演艺圈喜事频传 什么时候轮到你呀 我自己的话是 我本来就一直说是三十岁 然后但是现在就 可能因为如果结婚以后 我就会很想要立刻可以当妈妈 因为听朋友说 就是当你怀孕的那一刻 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 就开始你身体的变化 就是你再也不是少女 就突然有点舍不得把自己嫁掉 白花风一转 竟然还从嫁曲跳到金曲 难得来 离开我 却又离开我 让那小舅小的沙 将泪水流 这一次那个Heebee就是在金曲唱歌啊 有人说那个腔调非常像 你自己卷就听过吗 呵呵 嗯 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 它这一次好像就是特别有一些卷舌啊 什么样的音 所以让人家觉得有点怪强怪异 你有听吗 我不觉得怪啊 苹果与人类 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霸报导